那么我们一般人会认为啊 说夫人墓到就到了 反正这个 这个甭管这是王还是侯 还是皇上这墓 主人在呀 这事还你还真不能这么看 为什么呢 因为汉代啊 妇女地位比较高 妇女地位为什么高啊 你别的不说啊 你看汉代啊 太后掌权的事就很多 太后的身份就很高 你比如吕后啊 吕太后 窦太后啊 大家都知道 那么河北满城汉墓啊 当年是先发现的是刘胜的墓 郭沐洛据说啊 郭沐洛去了 郭沐洛专家嘛 去了以后说 哎呦说这个啊 你在望北北挖 说那边应该还有个墓 是他夫人的墓 为什么是他夫人的墓呢 汉代早期的墓葬啊 他这个不同穴 什么叫不同穴 就是夫妻俩根本不在一个地儿葬 后来夫妻才往一地儿葬 你知道有钱的人呢 讲究啊 就是说俩人呢 要分房 是吧 分房居住 如果地位低一点也得分床 睡在一个床上就比较土 就比较穷 那么 这个窦碗啊 就是刘胜夫人的墓呢 找到以后呢 发现里头的规制 比刘胜还大 为什么大呢 第一他死得晚 有机会见 见得更大 另外一个妇女本身地位高 文物呢 也不见得 就说窦碗的墓里的 这个文物就远远的低于刘胜墓 不是 你比如我们大家知道 著名的长姓公登 就是窦碗墓出的 那里头写着老窦家的东西 对吧 那么所以海昏侯夫人的墓葬 被盗了 损失惨重 就是里头有可能很多文物 是这个海昏侯没有的 或者是比他更高档的 都有可能 现在出土了多少文物呢 一万多件 那么这一万多件的 这墓葬的主人是谁呢 起码到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还没有证明 因为证明呢 一般情况下都需要印章 这么大的王侯一级的墓葬 应该是有印章的 你比如我们的南越王墓 南越王墓就是靠印章来解释的 比如有一个印章 上面写着这个赵妹 有人说是赵墓 不管他是什么 那么史籍上记载的是赵胡 但是呢 里头有一封印 叫文帝行喜 确立了他的身份 你比如我们说的这个窦碗 窦碗的印章呢 就俩字窦碗确立了他本人的一个身份 这一般都是随身的 所以都会在关里 等我们就等着这个海昏侯的这个墓葬开关 那现在从他的整个这个阵势上讲 他多种的指向 指向是海昏侯的第一代王 就是刘鹤 如果不是刘鹤 也应该是他的子孙 那么刘鹤是什么人呢 何许人也呢 他是我们著名的 汉武大帝刘彻的孙子 他爹呢叫刘伯 刘伯是哪个伯呢 胳膊的伯 刘伯 汉武帝呢是这个有六个儿子 确实皇上生六个儿子 还针灸不多 因为他可以随便娶女人嘛 刘伯排第五 我们过去说左膀右背嘛 所以这刘伯背不过 当年汉武帝很看重这老五 可惜呢 就封他为昌义王 可惜这个刘伯呢 这个走得早 就是这个 在他的 在刘鹤五岁的时候 这爹就去世了 所以刘鹤五岁的时候 就当了第二代的昌义王 那么汉昭帝驾崩以后呢 昭帝五子这事比较尴尬 我觉得皇帝五子是一个最尴尬的事 这个刘鹤呢 就在十九岁的时候呢 就被拥立为帝 那么 这皇上有意思啊 当的时间推短了点 不到一个月 在位二十七天 这历史上在位时间短的皇帝 还是有的 你比如明朝的太昌帝啊 在位就二十九天 但二十九天人家是夭折死了 这位在二十七天呢 是被拉下来了 被废了 废他说他什么 古书上是这么记载啊 说他荒淫无度 设计不保啊 不保设计 荒淫无度 我就想啊 他二十七天 他能怎么着荒淫无度 这二十七天啥事都不干 就干这一事 他也算不到荒淫无度 再说 他比如他当上皇帝 刘鹤当上皇帝 说我赶紧制造点子孙 也没什么不得了 所以史籍上对他的评价 你得分析着去看 刘鹤被废了以后 被废了这个地以后呢 就回到了他的 就算是他的老家 还当他的昌义王 但是他被软禁了 一软禁软禁多少年呢 软禁了十一年 这十一年呢 我们知道啊 他毕竟是做过皇上的人 所以待遇还算很高 尽管是软禁啊 他有十六个妻妾呢 十六个妻妾 在这十一年里呢 给他生了多少呢 给他生了十一个儿子 十一个女儿 一年俩 你算每年都是一男一女 一年一年 你弄十一年 我们勾去说双十一 这是三十一 那么这人就基本上废了 就火气全没了 你知道你生这么多孩子的人 一定没火气 你跟谁着急都招不起这急 那么看着他的这个山阳太守呢 这张厂呢就上书 跟皇上上书就说 咱就别多虑了 说他肯定不行了 废了 咱就干脆也别死看着他了 还废神啊 干脆废王将侯 他为什么是海昏侯啊 就是这会儿把他的身份又降了 那么就把他直接发配 由山东啊 就是这个昌一王在山东合泽这个地方啊 直接就发到了今天的江西南昌 你知道啊 在汉唐时期 因为政权都在北方 往南方都算降一等 南方啊 过去北方人啊 北方干燥 受不了南方的湿气 所以叫胀气 你要再往岭南发配 那基本上就是酷刑了 那么三年以后呢 这海昏侯刘鹤啊 就去世了 那么书上是这么记载的啊 书上有证实啊 汉书 班固的汉书中证证实是这么记载 说他受洗 还就是说这个刘鹤啊 受洗以来 什么叫受洗啊 就拿着皇上这洗嘛 受洗以来的 二十七日 使者旁武 旁武这词非常费解啊 这个旁武的意思呢 就是指纵横交错 杂乱的意思啊 就说各种使者全来了 持使节招主官呢 属蒸发干什么呢 到处搜罗去 你今儿给我要点这个 明儿给我要点那个 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 所以到民间就传承什么了呢 传承了他刘鹤啊 做皇上二十七天 共做了一千一百二十七件坏事 我当时就算了 拿着手机就算 一千一百二十七 除二十七 再除二十四个小时 他差不多半小时 干一件坏事 您觉得这事可能吗 他不是太可能 但是海昏猴这个墓葬 你别看他 游王进地 游地废猴 将猴 他墓里的文物不少出 出了一万多件 他目前的这个件数呢 跟河北满城汉墓 差不多一万多件 好像我印象中 这个南越王墓 也出涂了一万多件文物 汉墓啊 这个厚葬啊 里头什么都有 那么对老百姓来说呢 觉得最精彩的是什么呢 黄金 金饼 你们家只有烙饼 人家家都是金饼 这金饼有多少呢 目前为止 清理出来的是一百八十七枚 还有林纸金 马蹄金啊 都是那时候最有价值的东西 那么 这个金饼 多的个呢 这么的个 拿着特重 特压手 每个金饼 都是汉代的金啊 一金 汉代一金是多少呢 大约二百五十克 我过去腰过那个金饼 小的呢 最小的也二百四十多克 大的有将近二百六十克 都差不多 因为那时候每一个都是柱出来的嘛 不那么准 肯定是二百五十克左右 你都不用问 那么还出土了什么呢 出土了十多吨 二百万枚 二百万枚以上的铜钱 我们小时候铜钱挺多的 现在你都找不着了 现在你去到市场上能买的 汉物猪 那么我们知道啊 秦始皇统一货币的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是既种制 所以秦朝的钱叫秦半粮 半粮 到汉代叫五猪 五猪是什么呢 猪是分量单位 那么我们有一句成语 叫资猪比较 就是这人很计较 那么资是多少呢 一两 汉金一两等于四资 一资等于六猪 那么四六二十四 那一两等于二十六猪 我们今天啊 这个猪 这个货币呢 我们是不用了 我们叫币 对不对 人民币 但是我们的邻国 泰国到今天还叫泰猪 显然还是受我们的 古代的影响 那么 这个我们就想啊 说这个大家都认为 那金饼啊 价值太大了 一百八十七个 有人算过值多少钱什么 都一通乱算啊 但我告诉你 在汉代的时候 这堆金饼 顶不上那堆钱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是这么记载的啊 这么一个金饼 值一万枚铜钱 那么现在呢 这一百八十七枚啊 金饼呢 相当于一百八十七万枚铜钱 出土这铜钱有多少呢 它肯定没有一个一个数 但是大概是有二百万枚以上 那我们想 这一大堆十多吨的钱 显然当年的价值远高于 你看见的这堆金饼 你看到这个这么多货币啊 是两种形式 一种呢 是常用通行货币 就是五珠啊 寄中的 另一种呢 是金饼 金饼干嘛 就是货币 浓缩的货币 古代啊 有个问题 你有钱的时候 你未必有力量 什么意思呢 你一万枚钱 一万枚五珠 你扛不动 你出门扛一万 一万枚铜钱 背在身上 您跟一个小利本似的 您跟一个脚夫似的 那受不了 你有钱没有钱 所以就想办法浓缩 如果你拿这么一金饼呢 你就能把一万枚钱浓缩了 但浓缩有一问题 你虽然一身上 说我左兜揣一块 右兜揣一块 半斤一块啊 就是现在的金 我二百五十克 我有钱了 我花不出去 人受不了 人找不了你钱 说您拿一金饼 买一火烧 那我怎么找你钱呢 我找你九千九百九十九 没吗 我没有啊 所以很不方便 它不像今天 我们的货币啊 我们当时最大的一百块 我年轻的时候 最大的十块钱 吃饭的时候 几毛钱就吃饭了 所以今天几毛钱 吃不了饭 所以就变成 有一百块钱 一张的货币 但你相对来说 都比较容易 实在不凭有信用卡 是吧 有多少钱都花出去了 那古代不行 那我们的早期货币 我们最初的货币 是以珍贵物 什么叫珍贵物呢 比如我们的贝币 海贝 珍贵物 后来呢 就发生人工物 所谓人工物呢 就是我们用金属来铸造货币 那么早期的货币呢 有刀币 有产地啊 都根据各地风俗不同 各地的生产情况 生活情况不同 货币的形式非常不一样 秦始皇最伟大的地方 统一货币 让他实行了第一次寄中制 很清楚 半两 这一个钱就是半两 我们用它来兑换 所以汉代受 这个秦代货币的影响 也是寄中五珠 五珠钱是中国货币史上 使用最长时期的钱 它一直从汉使了唐 唐代才出现宝钱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开源通宝 出现宝钱了 那么你要有这个宝钱呢 它就变成不是寄中制了 从某个角度上讲 它就可以偷手 我们将来有机会 专门讲以及关于货币的演变 那么这次出土的文物中呢 还有一件东西引起大家 就特别大的兴趣 是什么呢 是火锅 你看那个新闻里老说 出现火锅了 我仔细看了看那图片 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 那东西一定不是火锅 我们今天所说的火锅 必须具备一个基本条件 就是它能直接加热 比如早期的碳火锅 它中间有个跟烟囱似的吧 底下有个糖子 有个炉糖 把碳搁进去烧热了 把周圈的水烧热了 开始涮 对吧 那么如果你这里头直接是一个水子底下 拿东西去烧 这东西严格说还是锅 不是火锅 你今天还有火锅 就是电加热 你也是直接加热的 那我看那东西 因为我没有看到食物 我就看图片上 我觉得那东西应该是个温气之类的 温气 那么还有一个简单的知识 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说 就是火锅这东西并不是我们汉民族发明的 火锅这东西是蒙古人交给我们使用的 汉民族过去不使用这个 有一种说法说火锅是忽必烈发明的 但不管它是不是发明 好事都是皇上发明的 坏事都是老百姓自个儿干的 这是历史上在论的 那么火锅这种吃饭的方法 过去在农耕民族中看的 是一种非常野蛮的吃饭的方法 你缺一道手续叫什么呢 叫烹饪 您直接把东西切成片 水里一涮 蘸点盐就搁嘴里吃了 这东西太野蛮 所以过去汉人很长时间 不接受这种吃饭的方式 我们今天啊 祖国各地到处都是火锅 我小时候吃灰涮火锅 很少的事 过去北京涮火锅 最有名的就是东来顺 东来顺说起来都是满族人喜欢这么涮 对吧 汉人呢 吃饭过去 讲究 觉得这种涮的方法 太原始 但是我们今天把火锅发展的 有各种火锅啊 比如有鸳鸯火锅啊 还有就是那种高汤的 过去涮火锅一定是清汤的嘛 所以今天火锅 在全国各地啊 五花八门 很多我也没吃过 我也不敢瞎说 但是 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火锅这种形式最初是由木鸣度带给我们的 所以海昏猴墓里那东西应该不是火锅 我们看到公布出来的有一对燕鱼灯 什么叫燕鱼灯呢 是大燕 大燕 嘴巴闲着一个鱼 这鱼下面有一灯罩 是灯 铜的 这灯有意思 这灯是这样啊 它身上大概是那么四块 第一块是这个燕的身子 第二块是这脖子加这鱼 第三块是这个鱼下面这灯罩 第四块是底下那个托盘 能拆开 它为什么这个灯罩这块能拆开呢 是因为这灯随时可能拿这托盘 拿手一滴溜一拿出来 就跟手电筒一样 就拿着你可以上内屋去 古代不可能像今天 你们家开关一摁 所有的东西都亮了 不可能 所以它就比如上个厕所 拿着这东西就去了 那为什么它做成这样呢 是因为这灯是环保的 这个鱼身子上面 跟这个大燕的脖子接着呢 是一烟道 你知道 蜡烛啊 有一种说法 蜡烛呢 是汉代开始发明的 就算汉代开始发明 那时候的蜡烛里杂质特别多 杂质一多呢 这个就冒黑烟 冒黑烟呢 这烟在屋子里很难受啊 那鼻子都是黑的 它就进入了 它设计的这个烟道 进入烟道以后 玉水则凉 一凉 这灰尘就下来了 雾霾就没了 那颗粒就是雾霾嘛 对吧 那么长性宫灯 你看看那个长性宫灯 这胳膊袖子 就是这烟道 就是大燕的这脖子 一模一样 也是一个 这个除霾系统 我这就想啊 这古人聪明啊 智里雾霾一套现成的方法呀 咱们今天啊 全城的这个啊 北京城的这个 所有的路灯要都改成这样啊 就是也多少能吸点霾走嘛 你想想我们这个路灯啊 全改成这个渔烟灯啊 也搁着灯泡 然后让这个除尘有个效果 底下有点水 通过水雾喷淋 这个降霾 我们这几年被这霾害惨了 我看到很多新闻啊 记者们特别愿意拿海昏猴 跟马王堆呢 去比较 为什么拿马王堆跟他比较 很简单 这两个墓葬都是猴极的墓 猴极的墓 而且都是比较完整的 那么 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吧 比如马王堆汉墓啊 他马王堆汉墓 现在只发现了墓穴啊 他这个外围没有保护下来 墓园没有保护下来 那么丞相立仓的墓呢 在唐代就被盗了 就是马王堆汉墓 实际上是女主人的墓 男主人在唐代就被盗了 那么海昏猴的墓呢 是男主人的墓保留下来 女主人的墓被盗了 正好是相反的 那么海昏猴的墓呢 墓室没有经过盗扰啊 这是万幸啊 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么多东西啊 包括里头有大量的简毒 那简毒是国之众吧 如果有人盗扰 盗扰的墓贼一般 盗墓贼一般都对这不感兴趣 那东西就毁掉了啊 那东西如果在底下买个两千多年 你再见氧气很快就毁掉了 那么所以它遗址保存的非常好 海昏猴的遗址保存的很好 目前呢 这个附近呢 还发现有海昏国的国都啊 所以还发现一些城址啊 这在未来的考古中 或者说在公众对它的了解 包括变成一个旅游景点 都是非常可能的 那么再有看数量啊 数量马王堆呢 出土的数量在这个 汉代比较完整的墓里 它算比较少 它有三千多件 三千多件 但是它有很多很重要的文物 那从数量上讲 它大概是海昏猴墓里的数量 现在不一万多件吗 大概不足三分之一 那么问题是呢 这个文物啊 很多人都愿意比较 说哪个墓好 哪个墓不好 这个东西有时候很难比较 这个为什么难比较呢 就是有的文物是没法比 你比如 这个马王堆汉墓中呢 出土的这个沙衣 这件薄如禅翼的外套啊 外衣呢 它专业术语叫肃沙单衣啊 这个实际上就是个沙衣 这很容易理解 它有多重呢 它只有四十九克 叠起来搁在一火柴盒里 你回去啊 你们要有兴趣 要用你的裤衩 肯定不止四十九克 这东西保存下来太珍贵了 你知道 所有的残土的丝做的衣服都会腐烂 很容易腐烂 因为残土的丝是生物的嘛 很容易腐烂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 在地底下由于这个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封闭啊 这个密封的极为严谨 所以它保留下来了 那么你今儿谈什么呢 谈海昏猴 这个海昏猴一出现在新闻里 大家多少对这昏字有点不适应 为什么不适应呢 因为昏在今天的词汇组合中大量都是贬义 比如说这人昏庸 昏溃 一说昏大家听着不太对劲 以为呢 这个海昏猴是不是封给他一个什么名字 是刺激他还是为什么 其实呢 这名字没什么太多的含义 它就是个地名 他今天在这个南昌的南昌市的西北面 他跟他的性质没一点关联 古代呢 对很多字呢 不像我们今天这么避讳 尤其汉代以前 你比如人的姓名中 我们都知道汉代大将 祸去病 尽管这病去了 但是大家今天在名字里 很难有一个病字 是吧 汉宣帝 留病已 你想想留病已 留病已 还可以 这已是过去的意思 已经嘛 这病已经过去了 如果叫留已病 那就出问题了 说这病了 不行了 你比如宋朝的这个诗人 心气急 把这疾病给去了 古代的人呢 在这个 对于疾病的态度 跟我们今天有点不一样 你看看我们古代的人呢 寿命都比较短 一个人 在生命的过程中 经常死于疾病 三四十岁就死去的人很多 很多皇帝就是 我们今天谈到的海昏猴 就三十三岁 三十四岁就去世了 那肯定是得病去世的嘛 那我们其实过去在农村 尤其在农村呢 为了养活孩子 经常起一些难听的名字 比如什么栓猪啊 狗圣啊 这些 就是老了不疼 舅舅不爱的名字呢 说是为了好养活 名字起太大 不行 那么海昏猴呢 这个事是挺大的一个新闻 为什么这个新闻比较大呢 就是我们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出现这种汉代的大墓了 解放以后有仨 对吧 68年出了一个 这个河北满城汉墓 71年又出了一个 长沙马翁堆汉墓 后来80年代初 又出了一个南岳王墓 在广州 这三个大墓以后 你算算80年代初 大概83年的时候 83到现在30多年了 这30多年以来呢 我们就再也没有碰到 汉代的都侯以上的大墓 未被盗绝过的 只要历史上 这个墓被人家盗过 那墓里的损失 一定非常惨重 尤其重要文物都不会存在 那么这个墓呢 当地官员啊 现在就现在已经把这个新闻 陆续放出来了 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是四年前 五年前 2001年的时候 官员是这么说 说这个当时呢 是在文物市场上 出现一个重金金龙 说由于太珍贵 没人敢买 然后呢 把这事呢 就通知了公安局 公安局就介入了 我觉得这个事呢 是一个说法 为什么呢 以我们对这个文物市场的了解 越珍贵越有人买 哪有越珍贵 越没人买的道理呢 那至于汉代 有没有金龙呢 有 汉代的金龙 未必是一个立体的 我们到今天没有看到 这个 他们所说的这个汉代金龙 是啥模样 我们都知道龙形啊 最后变得比较完整的 我们跟我们今天龙形 比较接近的时候呢 都是元以后的事了 宋代的龙呢 相对来说都没有元代龙 那么像跟今天的龙那样 容易接受 那么汉堂以前的龙呢 更接近于兽 而不接近于龙 而宋元以后的龙 才接近于龙 不接近于兽 为什么呢 你看 唐代的龙 我们以前拿过这个 这个唐代的龙啊 是走兽 四个爪 这么走着的 那么汉代的龙 就更像兽了 所以我想 什么市场上出现一个金龙啊 我们没见着啊 也许就那么一说 也许是一个兽 兽型的 比如叫兽型龙 也可能 那么就这盗贼交代的来源呢 就是在这个南昌西北的新建区 新建区啊 不是最新建设的一个区 而是新建 就是个地名 历史上叫新建县 现在改名 现在由于城市的扩展 把很多这个近郊的啊 城市近郊的县都改为区 你想北京吧 通县啊 原来叫通县 现在叫通州区啊 这都改名了 顺一县 现在叫顺一区 那么新建县是 最有名的是什么事呢 一说大家就都知道了啊 最有名的一件事 是当年邓小平下放的地方 这个邓小平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被贬 贬到新建 在那个工厂里 干了很多年 后来才从那回到北京 那么这个盗墓贼就说什么呢 说这个东西啊 就抓着他 说你东西哪来的 说那边那墩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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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墩 你知道啊 汉代墓封图以后啊 一开始都应该是比较立的 跟金字塔似的啊 比较立的 但是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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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变成缓坡 这种缓坡往往都叫墩 墩 北方化墩 墩 而化的 那么墩墩山呢 我记得好像 好像前一年安徽出现了一些 也是汉代的大墓 都是这种墩状的 就是墩呢 给我们的感觉是比较肉的感觉 就比较柔和的一个土包 叫墩 那么跟着考古墩就去了啊 勘探了大概一百万平方米 最后呢 确定啊 海昏侯的夫人的墓已经被盗 完全被盗 现在挖掘的 大家看到这个惊心动魄的这个大墓啊 如果不出意外 应该是海昏侯的第一代王的 这个刘鹤的墓 但是不是呢 我们今天还无同知道啊 最后等他考古队 做完挖掘报告 向这个社会公布成果的时候 我们才能知道 这种东西也要是有什么维兵的 我们先用这个颜色的 我们先用这个颜色的 对我来说 我来说